欢迎大家回到最美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榴莲椰蓉鱼饼 去年我有做一个椰蓉鱼饼饼 如果大家喜欢吃可以加榴莲 也可以不加 煮完出来 未切就已经闻到很香的榴莲味 自己做出来的饼饼当然是好吃过很多 尤其是椰子榴莲饼饼饼 在外面是极少就可以卖 现在我就买了一个冰藏榴莲 解冰之后撕出来它又黄又香 先做个椰子馅 我们预早一天就用500克的椰子干 然后倒入300毫升的椰酱 一起拌匀 拌匀之后就倒400克的砂糖 放入冰箱冰箱 然后我们就盖上盖 放入冰箱冰箱一晚 新鲜椰子 我们用一基的新鲜椰子 加400克的砂糖 一起拌匀 我们这里没有新鲜椰子 所以我只用一个方法 是用椰子干来代替了 但是吃的当然是没有新鲜椰子 这么好吃 一个冰藏榴莲 我全部撕出来 拿起这核 共有500克的榴莲肉 如果大家喜欢吃多 可以买个大一点 不是那么喜欢 买个小一点也可以 不需要固定是这么多榴莲的 现在我把它撕出来之后 我就用搅拌机打碎它 如果你喜欢有口感的榴莲 就没有打那么碎 吃出来就会有榴莲的 如果你喜欢碎 就可以打碎一点 现在我就拿出一些椰子 最好是一晚 现在我拿出来 就将榴莲已经打到它成酱 就倒入椰子里了 就将这个砵 由底拌到上面 但是用这个砵拌呢 就不均匀的 我们一定要下手 这个时候我们下手 我们也是在底拌上来 这样就拌到它完全 这榴莲和椰子均匀了 我们就可以停下了 榴莲用月饼 有些亚洲地方都是有得买的 它是加州做的 但是都挺贵的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 自己做就经济很多 又好吃 拌匀之后 我们就去秤这个糕粉 糕粉呢 即是熟糯米粉 如果找不到熟糯米粉买 也都可以用普通糯米粉 现在呢 我就先秤200克熟糯米粉 即是糕粉 就放200克生油 就拌匀 这里呢 我就有减油的 所以拌出来呢 它就不太黏的 如果大家不减油呢 做出来这一碗呢 就是对的了 它就比较是湿湿的 油呢 都可以减油的 大家如果不喜欢吃油 放心 减油 现在我就把它倒进去椰子里 但是呢 就不要一气倒了 一点点倒 因为底下 通常你不拿出来 拌匀 拌匀 这些粉呢 和椰子 我们一定要拌匀 如果不可以 吃下去呢 椰子就变成了 椰子和椰子粉 还粉 所以现在我们 都是用手 由底 拌到上面 拌到椰子和粉 我们看见它 同一样色 那就是均匀了 现在呢 我们就先处理了 这些咸蛋 这些咸蛋呢 就是我自己浸的 浸出来呢 就很漂亮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怎样浸呢 我有个频道教浸咸蛋 现在我就拿个咸蛋黄 出来之后呢 我倒少酒下去 就拌匀 拌匀 让蛋黄完全滲到酒下去呢 那蛋就没那么腥的 如果你不放酒下去呢 蛋就有点腥味 现在我就将蛋呢 就放入碟里 就蒸去10分钟 也都有很多人是喜欢焗的 但是我就喜欢蒸了 咸蛋黄10分钟之后呢 蒸好了 拿出来摊凉去 然后就去秤椰椰子馅了 这里呢 我就秤85克 加蛋黄下去 做个饼子呢 就是125克 皮呢 就要40克 所以大家呢 就秤85克 加蛋 然后就搓回去 这瓶糖浆呢 就是我去年做月饼剩下的 糖浆可以放一两年 三几年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是装那个饼子 要没有水没有油 那我们就可以保存很长久的 如果没有得留下 就当然自己煮 那今天煮剂去一天呢 都可以做饼子 如果你出去买那些糖呢 做饼子 做饼子 做出来的饼子是濕的 我曾经去年有很多 的 comment给我 说饼子是濕的 原因 他们都是在外面买的 煮糖 煮糖不是很难 如果大家想煮的 好糖呢 我有个频道教你 煮糖是怎样煮的 现在呢 我就开始搓饼子 饼子 我就先给600克的中筋面粉 和400克的糖浆 做这个饼子 看不看 我们都要靠糖浆 才做得漂亮的 我有个频道 和大家分享 煮糖浆 糖浆最重要 煮干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搅拌 一搅拌了 就起沙了 如果大家没煮过 就看一下我频道 说得很清楚的 现在我就给80克的生油 或者给这个猪油炸了出来 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 我就不吃猪油的 我就给生油 和猪油 对于我们在冰的地方来说 就是没益的 给1茶匙的碱水 就慢慢是这样 搅到糖浆 黏粉 不会流出来 我们就开始搅拌了 现在搅拌 我们黏手的时候 我们就用干粉 抹干手 当然是最好戴手套 抹干净了之后 手套比较滑了 你搅拌 它就不会继续黏的了 整个面粉团做月饼皮 我们就不要抹声来搅拌 一定要抹声 因为抹声 避免它起筋 也都不要拌太久 看见它滑 出油 或者濕濕 就可以了 如果你拌得很厉害的头 一起筋 你就很难包饼 牛粉就搅拌至圆滑 以及桌面没有干粉 我们可以用保鲜纸 盖着它 让它静坐30分钟 30分钟之后 打开 看见粉浮湿的 很滑 用少量干粉 再搅拌均匀 搅拌完之后 我将粉皮切开容易 另一块用保鲜纸盖 这一块搅拌均匀 接着我切每一个饼皮 就是40克 40克饼皮就对了 不要切大厚 然后我们将饼皮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看见饼皮很滑 煎起饼皮 做饼皮时 哪块粉未用到 我们将保鲜纸 或濕毛巾盖 如果干干 包出来饼皮会裂 现在我的最后 把粉贴在饼皮时 按一按扁 然后用这块饼皮 拿去饼皮抹大 Pensacola 用棍子会有厚厚 把这块饼皮 轮到环片 放一块馅上去,倒一转,慢慢推,慢慢推,包,才会漂亮 如果滴得太大块,包起来月饼的底部很厚 我们现在这样推上去搓一下,饼皮就很均匀,不会有厚薄 这个做月饼的秘诀,薄皮就要这样做 我们收了口之后,搓至圆滑 搓到看见,口是埋不见的 然后有很多油,糖,濕濕 搓到它变得亮,即是粉做得很漂亮 如果你埋口的时候埋不住,即是粉比较干 现在搓完搓到它很圆滑 我开始就加少少干粉,搓好它 然后在中间,我们就捏回月饼,让它站起来 才吸入月饼帽 如果它太阔,你吸入月饼帽 有机会是压烂了月饼皮,做出来就不漂亮 吸入月饼的部份后,我们用手轻轻地按它两下 然后大三下按大力,这样就拿出来 不要按太大力,太大力,饼肉也不刚好 拿出饼肉,然后放入盘里 如果有这些油脂,我们可以加一块油脂上盘里 如果没有油脂,就要扫生油上盘 让饼熟后不要黏盘 将每一个饼用竹签刮一个洞 因为搓得太密,它是没有疏气的 现在我们就要刮一个洞 让它焗的时候,汽汽走出来 如果不刮,它就会胀在里面 让你的花纹不漂亮 所以一定要刮个洞 放入焗炉之前,我们就要 调炉375F190C,焗12分钟 12分之前,我们要留意 如果饼饼够干够黄,我们不需要等到12分钟 就拿出来了 因为我这个饼大,和其他小饼有分别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饼够干够黄之后,我们拿出来 先用清水在湖上,喷一喷,让饼饼测 如果你不喷,太热,你马上扫蛋 饼饼就会在饼面熟,就不漂亮了 我们喷完之后,都可以放多10分钟 让它冷凉一下,然后打两只饼蛋 就只需要两个蛋黄 我们就放入隔篮,小小的隔篮 饼蛋黄扫饼面 这些蛋黄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 有些人是加些奶,或者其他东西 如果你加了下去,做饼饼出来,就很快发毛 zkした饼饼都不会挣进去 这次是壳饼前去量,你要砌出一部分 修理饼饼皮饼糊 把蛋黄慢慢吸收 需要掃饼面, 环边圆周的饼 不需要掃饼 掃饼好, 准备放入烤箱 350F175C, 烤10分钟 放饼前, 用一个盘放清水, 冻热也不要紧 饼底已经够黄, 如果不放清水在盘饼隔着饼 有机会烤饼, 现在烤10分钟 7, 8分钟钟, 看见饼饼其实可以 就能拿出来, 不需要放途10分钟 现在饼饼我们拿出来之后 就把饼饼放入一起, 让它排队地放 还热,不可以搭上去 一定要一个个 如果搭上去,有机会饼就会矮 现在饼就要放一晚茴油 不放一晚茴油即食 饼就比较硬 吃下去就干,不太好油水 吃了一晚茴油之后,看上去的月饼就很油云 现在我切给大家看 未切就已经很香榴莲味了 切出来就看见椰子就很漂亮 这个饼饼就美中不足了 我的咸蛋浸没够时间 我就急着用,所以就没那么漂亮 如果大家有心做月饼 最好早点浸咸蛋 我有个频道教大家 用冻鸡蛋,怎样浸出来 咸蛋就是不臭的 楼莲椰用月饼就已经完成了 希望大家做得成功 这个饼饼一定要试做下来吃 很特别的 在这里多谢大家支持 哪位网友未subscribe 就帮我subscribe 分享影片给亲戚朋友看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复大家的 再见